好我們請教金明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呢在大陸美金報導 今年7月份世界貿易組織正式達成投資並立化協定 大陸主導邀請110國家新群體 好那但是呢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了這個才穩定大局之後 那現在王硬要出訪了在7月21號現在官網也表示 他會硬邀來出席24號25號在南非舉行的金瞻國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 並且呢會來先後訪問奈及利亞肯亞南非還有土耳其 因為在這個中國的外交上 不管是這個經濟戰略外交彼此多管旗下先行 一帶一路還是要持續推 王毅他這一次這個因為在秦剛消失的這一段時間以來 不次了好幾次代表這個中國官方出訪 那包括在看到這個東盟的外長的這個會議 還有王毅他還跑到這個南非去參加金磚國家的會議 那金磚國家現在中國掌握的消息又是還有十幾個國家 已經表態打算加入金磚國家的行列 那這對中共來說是一個大事 那對他們來鋪陳說接下來一帶一路到這個非洲以及到了前進的這個南美洲 去吸引跟各個國家的這個持續的經貿上面的這個往來跟合作 然後用金磚的這個國家的名義把這個組織去擴大 尤其金磚國家他不是只有涉及經貿科技經濟方面 那還有涉及這個國家安全的這個事務的話 那他出席這個金磚國家安全事務的等於高級代表的話 王毅他現在是中共中央這個外事辦主任是相當是相當OK的 但是他如何要遂行說原來中共的這樣一個政策 現在的他當然會比較累 像剛剛湯老師所講的如果這個秦剛的事情問題 中共高層還在延商還沒有完全拍板這個解決要怎麼去處理的話 那接下來不管是馬昭旭或者是這個王毅啊 他先把這一塊缺口給扛起來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王毅出訪反而有這個幫秦剛去穩住那些大局的這個作用 然後接下來除了到金磚國家 然後這個你看7月的這個貿易世界貿易組織啊 他才正式達成這個投資便利化的這個協定 而中美方面的這個經貿看似有出現一個緩和的跡象 可是你看到最近中國的這一些一連串的管制他們的一個高科技的原料的這個加根澤 他的一個原料的製品 還有開始去調查美國的一個傾銷 這都是看到中國也在開始回首 然後除了回防他自己的這個經貿的這一關之外 也回擊美國的一些措施 那所以我覺得你看他就算內部有這個秦剛的這個狀況 但是他並沒有在這方面有什麼停滯 所以你看到那個中國的入美大使謝峰 被那個美國媒體在關注 大家都想要問各種各式各樣的人 除了問王毅也問不到之外 想要問這個外交部 中共外交部的發言人 想要問這個謝峰 秦剛到底去哪裡了 他們都不會去跟他正面的去談 這共產黨的這個政府的官員 他們就是這樣 他不會去多談這些跟他們 就算是跟他們有關 但是不會去談他們跟他們個人 這個職位沒有相關的事情 但是接觸國家大政方針 比如說中美科技戰 經貿戰的開打 然後彼此的競爭 然後接下來還有美國哪些官員 要去看這個 要去拜訪 落意不決的去拜訪中國 謝峰這些人就很樂於去講 你看基辛吉不是前幾天 就在這個中國大陸 還見到了北京 還見到了北京 還見到了習近平 中國對他的這個官方的履譯 完全不亞於之前的氣候特使凱瑞 也不亞於之前的這個財政部長葉倫吧 而且給他的履譯 甚至你看他在請他吃飯的時候 那個桌上表現出來的那個花啦蛋 高壽陶那個巧思 還有那個菜色啊 還有歷史的這個滋味 完完全全呼應當年基辛吉 陪這個尼克森訪華的時候 打開了中國的這個 第一道大門的那種歷史上的這種滋味 讓這個基辛吉去回味 擺碎了一個人類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中國現在的做法是 中國人他在做這方面的外交 或者是這個 這方面國際關係之間的 跟大國的這個角力的時候 他是會很細膩的 他是刻意透過基辛吉和透過美國的這一些 民間人士 還有包括之前你看馬斯克 他們都到了這個 還有比爾蓋茲就不用說 都見到了習近平啊 他們就是刻意透過這些 明熱 就是官冷 冷落了官方 樂遇了這個民間 而且差別之大 對 然後來讓美方也其實有一種訊號說 我不信任你官方 我不信任你美方的政府和公部門 但是我民間的交流 但我覺得民間的交流不能斷 我對你民間的任何的企業 總裁 投資人士 投資家 然後過去的一些什麼 對中美之間有貢獻的 像季辛吉這種 外交官出身的 這樣一個背景的這些人 我都是揭開 雙臂的這個階層歡迎 然後也希望你們過來 那一方面 王毅他本來就是這個 外交的戰狼的這個 其中一個 一個群裡面的一個Leader 他就是血型 他原來中共一直要打的 在這個 以前被歐美認為是第三世界 也好 在這個中南美洲 尤其是南美洲和非洲 那現在我覺得他們在這一塊 已經打入非洲跟南美洲 已經蠻如魚得水 那接下來 所以你看他金磚 金磚的這個國家的會議 我相信會 讓王毅整個把中國的這個 他的一個任務 他們想要做的這個事情 撥起到那邊去 而這個就是美國 他沒有辦法在非洲 還有在這個南美洲 可以去跟中國有一些籌碼 去跟他爭 尤其是像金磚國家的這個地位 和他主導裡面的一個 內部組織的時候 有特別是在這個金磚 現在到底在哪裡 比較亂的時候空虛 其實美國人大概也比較關注這個 也很想問這個東西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呢 在這個金磚消失時間 不少專家或是美方人士認為 如果時間持續更長 對美中關係 事實上是會有一些不利靈感動 其實因為美國他現在擔心了 我倒不是解了秦剛 秦剛只是一個話題 是 因為秦剛也沒辦法主導 整個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 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 最主要是習近平跟王毅在主導 那秦剛來接這個外交部長 也不夠半年 其實他還是遵循這個 是 那美國現在怕了 倒不是說秦剛怎麼突然消失 因為消失他會有新的人出來 繼續養成習近平跟那個王毅的 一些外交作法 美國現在怕的是說 為什麼金氏這一塊的徽變 還是沒辦法碰面 那大家也知道 這是因為裴洛西事件所引起的吧 所以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那見不到李尚湖 中國大陸的國防部長 就這樣基辛吉見得到 那所以美國怕的是這一塊 那這一塊有什麼風險 因為這一塊如果有個誤解 他就沒辦法收拾了 就是說飛彈就出去了 就打了 人就死了 對不對 船就沉了 飛機就漏下來的 這個是沒辦法防止 那你其他的貿易 你可以說發現這個不對 可以煞車 只有金氏是沒辦法煞車的 所以美國比較怕這一塊 那當然我們知道 去年習近平跟拜登 他們會面以後 那時候他們安排的行程 本來就是布林肯 就是先到 中國大陸去訪問 那這一塊其實被 被美國人自己把他搞砸了 他借著一個氣球事件 然後借勢借端在那邊罵東罵西 後來中國大陸說我們也沒邀請你 那後來美國 最後鼻子摸一摸 本來二月要去 後來搞到六月 那六月 所以布林肯來會見了誰 會見了秦剛 會見了習近平六月十八 所以他其實都有碰面 碰面表示什麼 表示中國大陸認為說 因為我去年跟拜登 有這個約定 就是說可以讓你來嘛 所以你來了 我也接待了 那布林肯其實沒有什麼收穫 他只能重新去講說他們美國是反對台獨 這是中國大陸最愛聽的 所以他這個其實是在討好 就是說我知道你們最反對台獨 所以我們美國也是反對台獨 那這個情況下 後來大家可以看到了 葉倫也到了 接下來雷蓬多也要到了 那目前那個氣象 氣象特使也到了 所以可以看到說 在這一方面的官方 我們中國大陸是給 所有面子都給你 沒問題 可是金氏這一塊 你就打不破 那可以看到中國大陸 他有一個規則在做 那由這個套路來講的話 美國他就會覺得比較不安 這一塊到底是 到底要怎麼辦 因為美國現在 等於說他在鼓動歐洲這個戰場的時候 他對於這個戰場 他希望能夠用北約 有些東西來做牽制 可是獲得的效果並不是非常好 因為歐洲很多國家認為說 我就是不要跟中國大陸脫鉤 那你一直要逼我們去脫鉤 損害的是我們的利益 所以今天美國他就變成比較為難 那我覺得說這種情況還會繼續下去 就是秦剛只是裡面的一個話題 秦剛其實對中國大陸跟美國 或外交或什麼 其實沒有什麼絲毫影響 是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請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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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讚